徐克在2008年拍完完响 平平的女人不坏后 直到风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换的风格成了徐克电影的一大特色 敌人街系列 智取威武山 西游浮腰片 每个都是想象力合闯进度爆棚 每一部都集聚中国本土特色 7月27日上映的敌人街系列最后一部 敌人街之四大天王 是徐克为我们交出的敌人街最后一张答卷 敌人街系列电影 开创了中国奇幻探案的电影形态 徐克作为中国电影工业的探索人 确实是为观众们开了眼界 看到了不一样的电影 但是敌人街主要就是破案的 在每一部的案件剧情中 敌人街之四大天王 可能是系列中最差的一部 作为探案类电影 推理显然就是电影中的重中之重 在敌人街之四大天王中 可以看得出编剧很有野心 他想构建一个庞大的阴谋 所以把故事设置得极为复杂 如此复杂的故事 其实更适合在电视剧 这样的长篇幅中去展现 两个小时的电影 说实话很难能将剧情 清晰地传达给观众 当故事复杂到观众一十分不轻视 故事线也差强人意 而剧情本身 其实也有很多很大的bug 很多需要推理的地方都一笔带过 逻辑性差 剧情不合理 试探案类的大忌 比如观众从玉石真经口中 知道了无脸猴的存在 无脸猴其实两年前就死了 玉石真经并不知道 只有皇帝一人知道 但其实根据剧情来说 皇帝让玉石真经 知道了无脸猴的存在 也没有理由让他不知道无脸猴死去 这一段显得又牵强又多余 如果玉石真经知道 无脸猴死去了 却假装不知道 也许更耐人寻味 虽然剧情尚不如意 但是徐克打造的奇幻帝国 还是及格的 电影中各种轻功的场景 还有飞来飞去的戾气 以及最后满身眼珠的怪物等 确实都很逼真 特别是怪物的满身眼珠 对密集恐惧症患者和小孩子 造成了心灵上的伤害 虽然他不是很多 但都是硬伤 每一个看似很有重量的东西 看着都像泡沫一样 在玉石真经的大戏中 身后有四个高大厚重的神佛像 这东西看上去 一只耳朵掉下来 都能砸死人 但是佛像头被削去一半掉下地时 仿佛灰一灰衣袖 不再走一片云彩般轻快 再比如星星驼着沙驼 终在天上飞时 星星的虚感让人很出戏 敌人节之似大天王 中的很多特效 失重感太强 非常没有代入感 宛如五毛钱特效 没有了第一部里的刘灯华 刘嘉玲成了最受期待的老戏骨 刘嘉玲身上强悍的气场 非常适合演绎武则天 本人的声线也很适合武则天的人物设定 虽然普通话不是很标准 但并不影响听感 但是敌人节之似大天王中 刘嘉玲不仅用了配音 还在演艺勾引敌人节的戏份时 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真实演技水平 我想这和徐克指导也有关系 吴则天那个最爽的女皇帝 不可能再拥有少女一样的心境 在勾引敌人节时 不仅没有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韵味 反而像个紧张的少女 徐克还在敌人节之四大天王 中加入了西游剂元素 唐三藏猴子都出来了 想到了徐克和周星时 合作的西游扶摇篇 这么一看 徐克可能真的有想打造 属于自己的电影帝国的野心 徐克的特效真的应该让那些热衷于五毛钱特效 还总是洋洋自得的电影人看看 什么是特效 敌人节系列将奇幻和探案的元素融合在一起 剧情也许本来就是最重要的 徐克最想让大家看到的 是自己对于特效的热爱和野心 就连以为会中规中矩的志趣为火山 它也能给你拍出奇幻的感觉 每一帧都野性十毒 开创了战争片的新纪元 敌人节系列到此就彻底结束了 其实在剧情看来 它确实也没有什么再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敌人节之四大天王